欢迎收看调节新闻 我们来看到的是 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 就是确定说 美国跟南韩的萨德系统 确定就在南韩的新洲 这个高尔夫消息条部署了 而我们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做呢 因为这阵子以来 北消息一直不断导弹试射 很多人家都说了 确定他可以把核弹头小型化 装在导弹上面 打到全世界上面去 我们要问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表现很呛 他说你们就部署啊 部署之后 我一定会让美国的关岛 在地图上面消失 难道意思就是说 他一定用核子弹头 轰炸这个整个关岛吗 有没有可能因此 整个亚洲的情势越来越紧张 有没有可能因此 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今天多的来宾 欢迎自身媒体的胡孝晨 大家好 国安评论员欢迎李天堡 大家好 艺术史学者就建议 我也好 大家好 居请航空晚安总编 是校尾 我也好 各位观众晚安 萨德确定就在新州 在联合国的严厉制裁下 北朝鲜仍不断进行试射 正月九号 也就是北朝鲜建国日当天 甚至还进行第五次核事报 再度掀起国际间的制裁声浪 为守护国家安全 南韩先前决定让美国在当地 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以反制平壤可能的军事攻击 而萨德究竟会部署在哪 根据韩联社援引相关人士的说法 美韩团队就选举的评估工作 已进入尾声 预计南韩国防部 本周就会公布结果 在位于庆上北道星州郡的一处 高尔夫球场 雁俗山和喜鹊山三个备选方案中 高尔夫球场优势明显 已被内定为最终选址 据悉新州高球场有不少优势 像是球场海拔680公尺 比原定的新山炮台 还要高出300公尺 周围居民稀少 可减少雷达电磁波的争议 此外球场面积有178万平方公尺 是新山炮台的16倍 再加上基础设施以隐俱全 渴望在明年年底就完工 但不少军方人士 却对选举高球场不买单 因为新山炮台是军用地成本较低 要是为配置萨德而购买球场 国防运算将大幅增加 此外球场附近的金权市民 已发起抗争活动 誓死反对萨德到我家 至于防御对象的北朝鲜 不但对萨德起急败坏 更将核实后美军出动B1B轰炸机 向平壤施压的举动 大动干火 北朝鲜外长直接地连打呛下 只要还受到威胁 北朝鲜不但不放弃核武 还会继续精进 另外美方以表态 部署萨德的计划不可妥协 各方态度强硬 也让朝鲜半岛情势持续升高 的确有没有可能因为 萨德系统确定在新州的关系 导致北朝鲜就越来越呛 而且这要呛 像说真的一定把美国 关岛给打掉 这个时间表上面 有没有确定的相关细节 当然目前韩国国防部 对于选址要准备摆在 新州高尔富球场 因为新州高尔富球场在哪里 其实它这个地方 其实严格来说 它还不是在 就是首尔的周边 它其实比较南边 那它放在这边 它其实你看 它选指造 选到这个位置来说 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在于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 你今天你要拦截这个弹道飞弹 本身你不可能放太前面 你要放太前面的话 你不见得拦得到 所以它必须要 就整个韩国的地理位置 做一个分析以后 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释放点 那他们现在决定放在 这个新州高尔富球场 这个好处是 第一它的这个高度很高 它有六百六十公尺 六百八十公尺这么高 那当然比较麻烦是 你可能要花很多钱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私人的 这个那个业地 高尔富球场 所以你要把它买下来 然后作为这个高尔 那个将高尔富球场 转化为这个军事用地 地图看到新山炮台 比这些更难编 对 那当然 而且它那个位置 其实也比较低 大概低了大概三百多公尺 没有那么好 那新州高球场 它摆的这个地方来讲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高尔富球场 所以它的连外道路 或一些相关的一些基础设施水电 一定是该有的都有 那在这个地方 你辟见一个 就是作为那个萨德 这个部署的这个阵地的话 当然你这个赛的这个系统 它摆在那边 你第一当然你首先 要能够有这个放置 它这个S波段雷达 这个路你看 就像现在上面这个 路线S波段雷达的这个位置 然后另外呢 你也要有萨德这个 飞弹的这个阵地 另外你也要有这个 战情中心等等 这些都要能够连接在一起 所以它其实需要的一个地方 不能算太小 那当然为什么要摆在 新州高尔富球场 因为它这个位置比较高 然后摆到这个地方呢 它周边 因为你相对来说 你S波段雷达 虽然是向上向前方 但相对来讲 你位置比较高的话 你对周边的这个民众 它这个电磁波的干扰 相对来讲会比较小 他们都出来抗议 对啊 因为它就是因为 电磁波的关系 所以大家都出来抗议 你摆在新州 新山炮台 或其他另外两个地方来说 它地方第一都比较低 而且旁边人也比较多 那当然你说 新州高球场附近 也还是有一些这个居民 但整体来讲 相对来说 会那个压力会比较小 那当然现在韩国军方 其实比较反对 新州高尔富球场 因为他们说 他们原先能够提供的 这个新山炮台 这个位置 它本身是军用地 因为军用地 你直接把它那个 作为辟件 你不需要额外 连接较快 对不需要额外增加成本 当然你现在这个地方 你只要那个确定 如果是韩国政府确定 要在这个新州高尔富球场 来做的话 好 那现在很快 他们其实开始整地 整地之后 然后开始辟件一些 这个相关的设施 反正美国有钱 大概可能 美国并不出钱 听说萨德不是美国出钱 不是啊 它是租借给韩国 它是租借给你 哇 还赚钱啊 对 然后后面你韩国 你直接去整地啊 买地啊 自己出 你要自己出钱 对 开玩笑 这季同很贵 美国啊 那个没有那么 这么金啊 没有那么的这个 没有那么的好压 现在美国真的 他你对外的任何的 这种国防 这种部署啊什么的 很多都要出钱 像你看 美国在日本 维持那样庞大的驻军 日本要付很多的体贴预算 体贴 对 体贴 对 那当然除此之外呢 那当然其实 最近这两天 那金正恩对于韩国 已经决定要部署 萨德这个飞弹 他一定强瞎的 也非常生气 所以他说 我们现在要能够 把我们的飞弹 结合核弹 我们要把关岛 从地球上抹去 当然了 狠话谁都会讲 应该一颗就搞定 金正恩讲的也不算少 当然其实我觉得 他这一连串动作 包括核事 包括打各种的 中程的弹道飞弹等等 都是为了要给韩 让全世界能够注意他 特别是美国 他一直很期待 很期盼 欧巴马能够 你正眼看我两眼 他才不会理他 但是欧巴马就是不理他 当然其实 自从本月初 北韩进行核事以后 其实美国动作很多 美国派的B1轰炸机 去了两趟 上个礼拜 对 然后第一次呢 是从安德森基地起飞以后 来到韩国 跟着韩国 驻韩美军的飞机编队 你看 前面呢 是美军的F16战机 前面是韩国的F15战机 跟B1轰炸机编队 后面是驻韩美军的F16战机 跟B1编队 编了一圈以后呢 OK 这个B1轰炸机 就回去安德森了 所以韩国的反对党 还跳起来说 干嘛 你是来做秀 飞一飞就回去 一溜一趟就回去了 来沾酱油的 所以后来你可以看到 隔了这个前几天呢 美国又派了两架B1轰炸机 来到了韩国 这一次呢 一架降落一架回去 降落那架 其实参加了上周末 9月24号的这个 韩国乌山空军基地的开放 那因为这个乌山基地 是一个美军的 这个使用的基地 所以当然那个B1轰炸机 来做个地面展示 其实也是有这个振奋 韩国人心的一个功能 表演一下 而且因为他其实这次来 也带了很多这个 展示了很多精准 这个导引的这些武器 摆了因为 哇 铃铛满目 展现了美军对于这个攻击 北韩所需要具备的这个能力 包括各种重磅的这个 空对地的精准导引 那个炸弹等等 那当然其实北韩 我跟你讲说 也很有意思 他这两天 就是说看着这个南韩的这个基地 进行开放 对不对 北韩在原山的居然也办了一个航空展 他办的是一个友谊航空展 友谊跟谁友谊啊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你办航空展 让我们就是要卖飞机 商业航展 让我们就是休闲 这个休闲航展 因为那个北韩 他不可能对外卖飞机 他不像韩国 韩国那个航空工业 现在世界上赫赫的有名 所以北韩办这个航空展 基本上来讲 它是一个休闲的航展 跟他交朋友一样 对 而且还很好玩 你看这个北韩的航空展 这个你可以看到 它现在是苏凯25的 这个对地攻击机起飞了 苏-25 它其实北韩空军拥有 相当一批数量的苏凯25 它作为这个对地攻击之用 因为苏凯25是当初 它copy的这个母体 是美国的A-9攻击机 是当年跟A-10攻击机 一起竞标的 所以你看它出动不止一架苏-25 它出动三架苏-25 那另外呢 它其实也出动了像这些米17 这些的运输机进行飞行 最特别是打头阵什么 是美制的MD-500直升机 这个直升机 其实到现在美军里面 还非常广泛的在使用它 现在这个飞机 美军它叫AH-6 它是一个非常小型的 一个战斗直升机 那这个飞机呢 是1980年代中期 那个北韩透过中间东德 然后去跟美国买到了一批 而且为数不少 透过别人买到美国的东西 对 而且这批直升机 到现在来讲 在韩国里面 那个北韩 它其实还担任 就是战斗的任务 它可以上面挂 反坦克的飞弹等等 然后也可以进行 特种渗透作战 因为这个飞机小归小 但它其实非常的零巧 那这个是北韩的 这个IL-76的运输机 你可以看到 这个起飞升空 那这次北韩的这个 航空展 它除了这些飞机之外 压轴是米格29战机 然后这个是大陆 做的这个歼7战机 歼7 那个当时 中国卖给他们的 大陆有提供给 那个北韩相当多的 这个歼7战机 而且它其实还要展示什么 还要展示女飞行员 这个是你看 米格29战机 这个米格29战机 在航空展里面 还做性能展示 你知道吗 就飞我们那种 俗称的特技 给大家看 那当然还有很多飞机 那其实现场 有很多这个韩国 北韩的民众都来 扶老西游来看航空展 因为这个是北韩 办的第一届的航空展 第一次办 那一定要把你们的 都搬出来 对 你看 看到有好多人 扶老西游来看 然后非常开心 对 那个 来知道这个航空展怎么样 那当然航空展 有很多的秀 包括像跳伞的 而且跳伞的这个 第一批跳伞下来的人里面 还有一个美军的 这个退伍的老兵 68岁退伍老兵 都来了 美国的老兵的表演 对 美国国务院 刚才说你不要去不要去 跑去那个北韩 全世界最奇特的 这个氛围的地方 来跳伞 而且一开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美军的飞机也出来 你看F-16 在这个原山国际 怎么那么小台 对 六分之一的模型 模型机啊 他把这个美国的 这个F-16 这个模型也飞过 当然北韩也拒绝 透露说这些飞机 模型飞机是哪来的 他是来丢鸡蛋的吗 不过那个当然飞给大家看 这种主要创造点 欢乐气氛嘛 不过北韩他们这次 还展示了这个战斗机 女飞行员 这个殲-7 女飞行员 玩逊的这个飞行员 也都一起出来了 所以其实严格来说 如果今天撇开 就是这个北韩 这样这个全世界 目前最神秘 最极权的国家之外 他们这次这个航空展 办的其实还蛮欢乐的 我们再来看到 国家跟国家之间 除了比武器之外 还要比彼此之间 怎么窃取你的情报 因为如果你的情报 被我窃取得到的话 我就可以完全掌握你 而且是暗送在心来不是吗 不过来看到 我们台湾这个军情局的少校 退伍的军官 竟然他已经被中国大陆 给策反多达十几年 十几年的时间过程当中 他提供相当多的资料给对岸 甚至更超过的是 他还吸收自己的血地 也成为共谍 不过最后还是被揪出来 都被判刑 对 文耀 上个星期的时候 台湾高等法院 把这个军情局的退伍少校王中武和另外一个退伍的上校林翰两个人分别 按照陆海空军刑法以及国家情报工作法判了这个王中武判了18年的刑 他们被抓到多久时间 然后林翰是判了六年 那么他们是在去年的时间 这个案子被破获的 当然这个破获的过程当中 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跟监以及监视 去才查出来的 那我们要讲为什么像王中武这样一个人 他是陆军官校75年班毕业 75年班毕业的时候 他一毕业就被选到了情报局去工作 那么情报局 他一毕业的时候 少尉啊 他最胜的时候 75年毕业在民国81年到84年的期间 他83年的期间 他曾经四次被派到大陆去工作 被台湾的军情去派到大陆去工作 为什么派到对方去工作 那一段时间是英中文当局长的时候 他那时候做的一个最大胆的措施 就是说规定所有情报局的干部 都要有大陆工作的经验 都要往大陆派 假卖自己的身份 身份是他们有假照这样子 一定要你要到大陆去 而且在那一段时间 刚好大陆在初期的时候 还不是那么稳的时候 可是他没有想到在王中午的 我们常常讲 以前我在情报局要受过训 因为我们做一个案子 派遣案 花很长的时间 而且通常一个人去派遣了以后 他至少隔个两年三年的时候 他才做第二次派遣 那那段时间是因为大量的派遣 所以通常在大陆的习惯也是这样 你第一次来他搞不清楚你的状况 只是按照你的资料去核实你这个人 然后看看你的言行 这些有没有什么反常的 然后到第二次的时候又来 那么你所有去的目的干什么 是不是跟你的年龄背景 他一定会调查 对 他调查 然后到第三次的时候 他确定你身份的时候 他就开始动手 你的意思就是他就是因为 去的太密集被发现 去的太密集 所以在他大概应该是在第四次的时候 当时国家派去的 怎么那么密集 这个讲起来就是我们自己 自己任务 常常讲情报工作 绝对不能提供短视尽力 那那段时间为了求绩效 为了表现就是说 我曾经有多少人派遣去 那作为一种绩效的话 那伤亡的惨的是 那他被 他在大陆身份被发现以后 劳工采取一个方法 就是说 你坦白 第一个 你所有的这个过去 为什么每一次每一次来 已经被抓了 对 被抓了 抓了以后坦白 坦白了以后第二个 何时你讲的话是不是死话 然后你最好的 在情报工作里面有一个就讲 拉出再打入 那拉出就是说好 你要是打印为我做情报 我可以不追究这些事 然后我还有钱给你 还有多少的好处给你 在这种状况下 他被拉出了 本来帮台湾做事 后来帮中国做事 被吸收了 等于是老公的撤返成功 那么再把他派回去 那么后来他在十年的时间 十年的工作期间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 他是不是因为表现不好 还是怎么样 所以他是少校退伍 他没有升降 94年 中校都没有升到 少校退伍 少校退伍了以后 他下去在民间 到保全公司工作 可是他只要 他是专门负责吸收 专门负责去收集情报局的人员的名声 你知道吗 在早期的时候 中共情报做得最好的时候 他在龚北关 以前还没有那么多飞机可以去 所有进出的都要从龚北关 他居然找了情报局退休的人 在龚北关认 而且他们有他的所有的毕业的名单 只要认出来 当场就抓人 那时候所有的进出都要从龚北关进 所以他这个工作让他 让他有十年的时间 那么后来他是在 在94年左右的时候 吸收了另外一个 叫做林翰 那么林翰是 陆军官校85年毕业 他比他的学弟 那么林翰的资历倒是蛮齐全的 他干过勤务大队的大队长 然后因为他有通信跟这个 这个电码方面的专长 所以他也曾经干过特警官 综合的情报官 可是他升到了上校 他在他工作了第19年退下来 退下来以后 他在外头投资酒店 在一个机会上 他们两个 也是学奖了 对 那么这个王中武就吸收了林翰 吸收了林翰 他们吸收的方法是怎么样 也是一有空 他们到东南亚 到新加坡 甚至于马来西亚 那么介绍大陆的官员 那么他会跟他单独的谈 就是说有哪些人 你们同期有多少人 哪个单位有多少人 哪些人有什么工作调动这些 然后每一次都给了钱 那这个事情是一直到三年前的时候 才被盯上破火 破火了以后判了刑 但是他们还可以上诉 再来我们要问到的是 故意要绑架 还是说故意开玩笑 还是另外一种行销方式 最近如果你有发现的话 怎么会美国很多之后都出现说 那个电影当中的小丑出现 而且小丑竟然把小朋友骗到森林里面去 对各位观众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要去美国 拜访朋友 或者参加朋友的party的时候 请你不要打扮成为小丑的样子 会被误会 轻则被人家痛打一顿 重的话有没有 被人追杀有没有 小命不保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 因为从今年八月份开始 在南罗卡莱纳州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有小丑出没的讯息就出来了 之后就北卡 然后整个乔治亚 然后到肯德基州 包括那个什么 其他的一些中西部的这些州 大概至少六个州 都出现很多人报案 报什么就说 我跟你讲 我走在路上的时候 突然间看到有个小丑 然后突然间躲在草丛里面 或者是突然间蹦出来 来吓你 蹦出来有点吓人的那种感觉 一声出没这样 对 第一个案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从八月二十一号的时候 南卡州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那个妇女 她清晨的时候要回家 回家的时候 突然间就在他们家 那个前面不远的地方 看到有一个小丑装扮的人 她当时看到一个 红红大大的一个鼻子 还会发亮 然后她就站在那边 然后还用手去招手 召唤这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吓坏了 马上就想说 清晨的时候 怎么会有一个穿着小丑装扮的一个人 就站在那边 你有没有发觉到 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是蛮恐怖的 而且很多健身器画面都有看到 后来之后没多久 当然这个女孩子有报案 后来没多久 另外一个妈妈 她就想说 她的小孩有一天的时候 就是这样子经过一个 算是一个矮树虫的附近的时候 就看到什么 有一群小丑 就四五个小丑 聚在一起干什么 她说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开始做这个装扮 我们要去把小孩子绑到森里面来 之后这个小孩子赶快回去跑 就跟她妈妈讲 她妈也是听到这个事情之后 告诉了警方 那时候警方也讲说 这没什么 因为打扮成小丑的话 也没什么犯罪的事实 对不对 可是这样的一个传闻 就是说有可能这个小丑装扮的人 会加害玉女 或诱骗儿童到森里面去 大家会紧张 这种消息 变成了一个所谓的都市传说了 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1986年的时候 Steven King 这个很有名的一个恐怖小说家 当时他做了一个叫做 《灵异魔咒》 这个小说也拍成电影 那个时候大家都对于小丑 本来是带给人家欢乐的 这样子的一个小丑 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 像是那种恐怖虚的状态 对 大家都觉得说 小丑这种状态很害怕 的确我们看小丑 如果他不笑的时候 他的确是很邪恶的样子 对 因为这样子后来之后 紧接着第二个发生什么事情 九月中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那个男的 突然间拿了刀跟枪 去追杀一个小丑 但他在想说你是疯了吗 人家小丑好冷 那个小丑一直在跑到后面追 而且还拿着枪跟刀这样子 那时候人家把这个 持刀持枪械的这样的一个男的 把他拦下来 他说你为什么要追杀小丑 他说因为我家里面有小孩子 我怕这个小丑 他在我家附近逗留 我觉得他会加害于我的小朋友 我为了保护我的孩子 所以我今天只好去追他 除了这个之外 不是说只有大人被这样子影响到 年到九月的二十一号的时候 都有一个十一岁的一个女孩子 这女孩子在乔治亚州 你知道她带什么东西上学 她带了一把大刀 放到橱包里面上学 小朋友跟我带刀上学 对 她带了刀去上学的时候 那时候就是因为在经过学校 美国很多的学校 它有金属门 那金属门过去的时候 我们在叫 叫的时候就把这个女孩子拦下来 你把包包打开来 我看一下 一看收出一把刀出来 这把刀收出来的时候 就没想到这个女孩子讲什么 说我要带刀上学 因为我怕小手害我 造成很多恐慌 这样的恐慌就已经越来越多了 对不对 越来越多之后 所以在九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那个肯德基州的警方 就抓到了一个 就穿着小手装的一个 叫Martin 这样的二岁的一个年轻人 他抓到他之后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并不是因为他打扮 违法 而是在于 他做这样的一个打扮的时候 在大街上闲晃 他已经造成一个社会恐慌的一个状态 因为你造成了整个社会大众的恐慌 所以他把他给逮捕 如今有没有 在美国有六个州 至少六个州 都是他吗 当然不是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人 有些人可能存好玩 有些他的目的 但不知道他也是为什么目的 有可能就是之前传说出来 就是说 是不是这些小手 他是有一个群体性的 或者是一个组织 要不然就是有这种感染性的 他可能会有一些这种精神异常的分子 或者是一个暴力恐怖分子 会把小孩子诱拐到森林去 目前还没有实际案例发生 但是呢 这几个州的警方都已经警告过 很多的一些民众 你今天穿着小丑装 不仅会危害自己 你也会危害别人 不管你是走路或者是开车的话 都请你不要去做这种事情 为什么 当你一旦造成了社会大众恐慌的时候 你就是违反法律了 所以各位朋友 你们到美国去玩的时候 千万不要拿着小丑装 就突然就蹦跳出来 你想要被人家揍一顿 会不会太故意呢 我们来看到40多台解放军的飞机 一起飞越了宫谷海峡 很明显冲着日本去的 中国解放军空军 周日上午出动40多架 各型战机前往西太平洋 远海训练 多型战机编队飞越宫谷海峡 不过宫谷海峡距离钓鱼台 不到200公里 此举等同向日本展示军力 引发外界关注 中国空巨生存 就是战机飞越日本流球本岛 和宫谷岛之间的宫谷海峡 是为了铁士实战能力 日本防卫省则指出 这8架军机随后折返 接着陆续从东海 朝太平洋方向飞行 并未侵犯到日本领空 不过日本自卫队 过去曾在这片空域 观测到中国轰炸机 跟侦察机飞航 战斗机却是头一遭 目前也正在分析 中国军机这次飞行毅力 好 我们要详细地了解 它飞这个宫谷海峡 又说没有飞越日本的领空 那其实只是威吓的意味 不是吗 这次解放军 他们进行这次的演习 主要是演习 就是他们演练 就是大陆解放军的战机 能够直接从宫谷海峡 进入菲律宾海 因为其实就是说 美军的作战计划之中 如果就是说 这附近周边有事 这个时候美军的航空母舰 打击群 这时候其实就要大概在 这张照片这个位置 大概1万平方公里的海上 进行演练 进行演练 所以这次的中国大陆 他们解放军的战机 他们其实因为 这个事情的原因是 昨天大陆晚上 他们自己发布了一个新闻 就是说 大陆的解放军战机 它说一共有40架 然后这40架的飞机 包括像轰6K 然后包括像T5154 还有运8的电针机 还有苏凯30 还有轰油6 然后还有大陆的 包括像他们的空中预警机 等等 然后组成了一个编队 那这个编队他们是在东海防空识别区进行一个演练 然后演练完之后 有部分的飞机就直接穿越了宫古海峡 进到了菲律宾海 好像40台有8台穿过去吧 对8架 那8架里面有4架是我们看到照片上的轰6K 就是轰6改 然后有一架是T5154的电针机 T5154的电针机因为它的外形跟民航机很相近 然后你看它这边底下有一个针就是电针的夹舱 两边都一共有两个 所以它这个飞机本身是用来做电子侦测的 然后运8的电针机也是你可以看到 运8的电针机它有非常多的天线 然后从飞机的机体伸出来 然后这边也有类似像吊舱的东西 有电针机有战斗机 也有对 然后另外你看日本防卫省也说 这边有推定战斗机两架 就是他们推定这次有两架战机 伴随着这批飞机进入宫古海峡 因为这个区域里面来讲 当然它是在日本的防空识别圈里面 但是它并不是在日本的领海里面 你可以看到日本它基本上来讲 它在这个图上面 它把它所有的岛屿跟日本的领海 你看像很多岛屿跟岛屿之间 因为它距离很近 所以它把领海基线都画出来了 也就是领海基线往上延伸 就是它的领空 所以你可以看到 像从这边这个云纳国岛 然后这个地方是他们的钓鱼台 所以它不算日本的领空 只算防空识别区而已 对 是在防空识别区里面 因为在日本人认为就是说 你今天你的飞机 已经飞到了防空识别区里面 那对于我们 就是说对于日本 就是说它这些飞机 能够进到周边的日本的领空的话 其实变成非常的快 所以它当然就是说 它就马上从这个琉球 马上紧急起飞了那个F-15战机 然后就近去观测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也拍下了这些大陆军机的照片 那当然也因为远远的观察 所以他们因为毕竟就是说 你看到对方飞机 你不要靠得太近 避免避免就是说 因为毕竟人家 在国际的水域上面飞行 因为避免引发不必要的争端 所以他们就是远远的拍摄 远远的看 那他们也推定有两架战机 有跟着这批大陆飞机的支队 那其他的32架 我们刚刚讲到包含加油机 包含其他苏凯30战机 就留在这个东海防空室 进行这个演训 那当然其实他们这样 这个演训的目的 我们必须要讲就是说 他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让他们的飞机 可以突穿第一岛链 到了菲律宾海 也就是第一岛链 跟第二岛链之间 故意飞给大家看 其实你说故意 我觉得以中国大陆 他现在现有的这个国力 以及他的这些飞机 所具备的这个实力来讲 他进入这个菲律宾海 进行演训 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因为我们知道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 跟美国来讲 他们彼此间是一个 战略禁逐的关系 而且美国又经常就是要 喊说要充满亚太 充满亚太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说 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在这个区域 产生摩擦的可能性 是有的 那如果是要产生军事冲突 或者是军事摩擦的话 那中国大陆也必须要 有所因应跟准备 那他们就等于说 在这个区域 他藉由这样的一个演训 展示了他们的飞机 进入菲律宾海这个能力 所以自己发新闻稿嘛 对 他还自己发新闻稿 也就是说他不是 他既上次他们从这个 宣布说他们从这个 巴士海峡过去 然后这一次他们又宣布 从宫谷海峡过去 也就是说他其实呢 也对于我们台湾所要的启示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 我们现在过去 在战略疏散的时候 都会把飞机往东部的 花莲跟台东基地会移动 对不对 现在就代表就是说 其实随着中国大陆 其实已经直接有能力 进入菲律宾海的话 南边也来 然后右手边这些宫谷也走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必须要注意到 我们被包在里面 所以你说我们的战机 其实也不能就是说 认为到了东部 就完全是那个 安全的 无忧了 也就是说其实未来 我们台澎防卫作战 特别是台湾本岛防卫作战 的一些疏散计划 可能要又做一些修订 这招牵制了台湾 也牵制日本 你不觉得吗 那当然其实对于日本来讲 我并不觉得日本 本身会有受到牵制的感觉 比如说大陆的飞机 它在这个地方来来往往 其实严格来说 也是它在这个国际空域上 行驶它的自由航行权 那当然这个自由航行权 随着中国大陆的 你看轰6K 轰6K这个轰炸机 它跟过去的轰6的轰炸机 不一样 就是它本身 把原先的炸弹舵 已经取消了 让它这个飞机 主要的这个武装的挂载 来自于就是它 意下的六个挂点 那这六个挂点 它其实可以挂 长程的这个巡弋飞弹 或者说是反舰飞弹等等 都可以挂 那另外呢 其实也就是说 让周边的国家了解到 现在中国大陆 可以透过轰6K 然后进入西太平洋地区的 这个菲律宾海 让它在这个周边 都有具备一定的 这个打击能力 就是第一次战斗机 飞越这个宫古海峡 以前就有战争机 这个征搜机而已 不是吗 这次它的这个编队 的确相当的这个庞大 你可以看到 有轰炸机 也有战斗机 包括像电阵机等等 等于说你可以看到 它是透过一个 这样一个组合训练 也是我要有多机种 然后不同用途的飞机 都能够一起进行 协同作战 这个代表就是说 解放军其实也在开始开发 他们这种所谓的信息化 其实也就是网路 或者说透过战术资料链 然后进行一个链接 让多批不同机种 然后进行一个协同作战 这个东西其实是 也值得我们的空军要注意 而且要因应对策的 另外再来看到的是 在电影当中 常常这个两个这个骑士 骑着马戴着盔甲 但是一个很长枪的 这个互相对战的这个比赛 据说会成为四年后 东京奥运的比赛项目 没错 其实这个是最近的 英国遗产协会 他们这个准备 把属于英国的国粹的部分 把它推进了这个 奥运比赛项目 这是英国国粹 而且是由这个英国遗产协会 他们提出申请的 那这个申请的这个对象的话 当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奥运会 对不对 所以他已经正式向这个奥运 提出了申请了 他们希望把这个英国 这个国粹 列入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里面 作为一个这个表演项目 而且希望在2024年的时候 得奥运会的时候 成为正式的比赛项目 可是我不太懂 如果你拿一只长矛 我拿一个长矛 我们要怎么比 是比我是如何 谁比较吐蝶倒 对方干掉 对不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英国 他们准备要申请这个项目 当然他们这个名称的话 用了一个比较无仰的名词 叫做骑士枪术比赛 骑士枪术比赛 骑士 骑士枪术 只是这个长枪 那这个比赛这个东西 他们这个英国用的名称 叫做骑士枪术比赛 告诉各位 其实他们提出这个比赛的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长枪比武会 我们现在荧幕上看到 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所以两个骑士枪是马 对不对 身上穿着盔甲 然后乃是长枪 他吐对方 谁先跌倒 谁先被干掉 谁就输掉 那赢了那个人的话 当然就是这个优胜者 那这个所谓的长枪比武会的话 其实说实话 现在看起来或者蛮原始的 或者蛮暴力的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个东西 其实英国提出 这个所谓的把它例如奥运 其实他的理由在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比赛 是在过去 在这个现代奥运行业之前 最多人看的运动比赛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话 这个长枪比武会的话 才从第十世纪兴起 事上 还有第十六世纪的时候 从这个兴起 到后面的兴政期 过去曾经兴政了四百年 而且是最多人看来的比赛 而且重点是哪里知道吗 而且这是过去 这个最受欢迎的极限运动 应该很刺激 很刺激 没有你的支持者 没有支持者就叫嚣 两个男人互相对冲 一次看谁倒下去这样子 对 那除了这个比赛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讲的 这个骑士相当的比赛 或许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我们来看一下 在荧幕里面秀座的话 这才是真正的这个骑士 全部都算是 那当然这个相当的比赛的话 当然不是胸口最大石 对不对 是什么呢 告诉各位 第一个 首先这个竞赛项目里面 包含了枪挑圆环 英国的国队之一 英国国队之一 简单来讲骑士骑在马上面 拿了一次大概四公尺的长枪 快速的这个冲过去以后 拿那个枪间要穿过这个圆环 看到没有 有这个大环中环跟小环 就是你骑一批我骑一批 不是 一个人骑一批 一个人骑一批 每一个人就是冲过去以后 把那个圆环穿过去这样子的 看谁比较准 比准确度了 比准确度 为什么 这其实很困难 像马在跑 人在那个马背上面 那一支长枪四公尺 那么长 那环那么小 那个环那么小 穿过去那个瞬间 错过那个瞬间 你就要把那个环给穿过去 听起来蛮有趣的 听起来蛮有趣的 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比赛项目 那另外一个什么知道吗 告诉各位 就是我们所常见的那一个 叫做长枪比武会了 为什么呢 就是两位骑在马背上面 然后对那边冲过来这样子的 用那个长枪 想办法把对方给储下来这样子 反正就是吃到你 让你跌倒就对了 让你跌倒就对了 打头也无所谓 但是问题是听起来会不会很危险 好像应该穿盔甲没事吧 应该穿盔甲没事 告诉各位 就算穿了盔甲 这玩意还是很危险 因为重极是不是 因为重极嘛 想想看 那个马屁在奔跑速度的话 我们知道 它的速度大概30英里左右 换成公里速的话 大概是50公里的速度 就是马在这个 全速在跑的时候 那如果两匹马 对面跑过来的话 你50公里 我50公里的话 告诉各位 那个撞结数是100公里 是double的 是100公里 那100公里 在冲击对方的时候 那个虽然长枪 而这个长枪特别设计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这个长枪的话 它其实是为了避免对方受伤 所以我们在看电影里面 你看电影画面里面看到没有 一撞结瞬间的话 那长枪不是碎掉吗 是木头做的 它是一种非常易碎的木头 不是钢铁 而且长枪的枪尖的部分的话 其实是用铅来做 而不是用铁来做 等于说枪的头 对 枪尖的部分 还有一个铅块 它是用铅头来做 是用铅来做 所以在撞击的时候的话 牵一撞以后它会碎掉 这样说身上穿的盔甲 大概是二三十公斤左右 那个重盔甲 所以其实在撞击那个瞬间的时候 枪尖会碎掉 而且枪身也会碎掉 这样子避免对方受伤 等于说木头会碎掉 木头碎 然后枪头也会碎掉 可是问题是 它还是很危险 为什么呢 因为就在那个枪身碎掉 那个瞬间 各位看一下 你有没有发现到 这个头盔很特殊 看到没 为什么呢 告诉各位 这一种用来进行长枪比武 会有这种头盔 它是特别设计过了 它的眼睛开口的位置 大约是在额头的地方 简单来讲的话 它是比较高点的位置 眼睛开口的地方在额头 额头的地方 那我眼睛还是看不到 那也看不到嘛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看到对方 它是盲刺 所以双方在冲击的时候的话 在那个瞬间的时候 人是滴下来的 这样看 这样看出去 现在看得到吗 就看到对方了 眼睛这样拉开看得到 对 这样可以看得到 就是眼睛往上看 头低下来这样子的 但是问题是呢 在双方在交会 那个瞬间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要把头抬起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这个眼睛那个洞 就要上面那个地方了嘛 避免说呢 我枪尖碎掉以后的话 枪尖碎掉以后 那一些木头碎变 啪啪啪 插进一个眼睛里面去 所以这是最可能 受伤的地方 等下要瞄准的时候 头低下来 头低下来 刺到你之后 反正一定会有木头碎掉 赶快头拉起来 拉起来 所以那个瞬间的话 整个头部 就会被保护住 好像你很会玩 英国国粹的感觉 这个是电影里面 也有演过 书本里面也有讲过 这样子的 告诉各位 其实为什么他要这样做 原因很简单 因为长江比武会的时候 他们怎么算分数知道吗 除非把对方给干掉 简单讲的 把对方给处下马这样子的 可是经常发生的情况是 在双方交会那个瞬间 枪身碎掉了 人还骑在马背上 没有人掉下去 没有人掉下来 那这样问题是怎么算分数呢 我告诉各位 算分的方法很简单 如果你的枪 先戳到对方的头的话 两分 戳头两分 戳头两分 那戳身体的话一分 那你要戳哪里 戳头嘛对不对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刚刚讲 那个头盔要特别设计的原因 容易被戳掉的意思 容易被戳到 那这个戳头两分 戳身体一分 跌倒的话三分 但是问题是经常 很少比较少发生 那个跌倒的情况 大部分就是在交会的时候的话 枪身碎掉 所以用这种方法来计分 谁能够累积满三分的话 谁就能够获胜 那我好奇到时候 如果是东京奥运当中 变表演项目 再来变这支比赛项目的话 他的规则会跟英国国队一样吗 这个就不知道 但是问题是 万一我们打了半天 有的话 他还是没办法获胜 就是你三分 我也三分 那怎么办呢 告诉各位 这是大家下马 干嘛知道吗 把头盔拿下来 把枪给丢掉 干嘛知道吗 把剑抽出来 继续打 继续打 那怎么打知道吗 他打那个剑也是一样 为了避免对方受伤 这把剑是没有开封的 所以简单来讲 打到会黑千 知道吗 但是卡不死人 不能开封 不能开什么玩笑 你开封的话就杀死对方 那这个不开封的剑的话 其实他们 基本上的话 就是想办法把对方打倒 肉搏战的 肉搏战的 那同时呢 除了像这样的长枪比赛 建筑比赛之外 另外他们还有练球比赛 这个叫练球 或者叫练棍 要练棍 这个也是长枪比赛 他们那个骑士竞赛项目之一 长枪是一种 另外要练棍 做法也是一样 想办法 从这样对方以后 挥舞那个练球 把对方给干掉 练球很短 但是问题是 这个练球原本 是骑士经常使用这种武器 为什么呢 因为练球的这个尖段的地方 他们有尖刺 他的目的为了是 在这个战争作战的时候 把这一个盔材给刺穿 可是问题是 它是一个竞赛项目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后来长枪比赛 里面练球的部分的话 其实他是把 只有那个球 但是把上面的尖刺给拿掉 这样子在挥舞的时候 就不会把对方给弄伤 意思就是说你骑一匹嘛 我骑一匹嘛 然后一直就用这个练球 这样滚滚滚 然后冲向对方 看谁先被打下来 也是一样 打头两分 打身体一分 打下来三分这样子的 不过经常发现情况是 同时命中对方 所以怎么办呢 达到三分 所以还是进行下一步吧 干嘛知道吗 等对方站起来以后的话 这个拿那个长剑 来比输赢这样子的 而这个就是 英国遗产这个协会 他们准备 向日本东京奥运 他们要申请 所谓比赛项目了 告诉各位 这个东西虽然说 都不会让对方真的受伤 但是在过去的社会里面 这是最受欢迎的一种运动情绪 因为感觉现在蛮刺激 蛮刺激 两匹马跑过去 然后通过那个瞬间 那个枪尖撕裂这样子的 哇 每一个人看得 这个如醉如痴的 所以其实2020年 有没有办法如愿 申请东京奥运项目 告诉各位 其实我们大家拭目以待 那最后跟各位说一下 其实英国为什么能够提出申请的 原因很简单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这个在英国 还有在澳洲 还有在德国 另外在美国都有 他们还在进行这样的比赛 所以其实它很有机会 成为奥运会的政治竞赛项目 但重点是 如果成为奥运竞赛项目的话 告诉各位 这一定是记那个什么 水上芭蕾 知道吧 大家看大腿 不是 他最爱看的 收视率最高的 那种什么 这个什么 那个什么地板运动 之后之外 大家最爱看的运动 为什么呢 告诉各位 一定惊险 一定刺激 因为看到一个人 穿上旋针盔甲 从马面上崩摔下 那个瞬间 全都哇 好精彩这样子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我们就等着2020年 有没有办法成为 这个东京奥运的 这个表演项目了 据说是全世界 超营养的汉堡 因为汉堡当中 有50万只的蚊子 环宇搜其 无奇不有 用50万只蚊子 做的超营养大汉堡 一般在户外吃饭 最讨厌的就是蚊子 飞来飞去 但对非洲 维多利亚湖的居民来说 他们可是超级营养的 桌上佳肴 每年雨季 维多利亚湖畔 就会出现成千上万的 蚊子大军 虽然会被迁徙来的鸟群 或其他生物掠食 但由于数量大的惊人 却也成为贫穷地区居民 补充蛋白质的重要来源 在当地可以轻而易举的 抓到蚊子 整个地区的人也都会加入战局 只需要简单的工具 或是粘湿的平底锅 在空中灰 做料理的食材就到手了 他们会将捉到的蚊子固定住 再捏成汉堡肉的样子 烹煮以后 就是营养满分的蚊子汉堡了 对那边的人来说 蚊子成为大救星 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 一个大约用五十万只蚊子 做成的汉堡 蛋白质的含量 甚至是一般牛肉汉堡的七倍 除此之外 当地不同村落 也有各种不同 制作蚊子汉堡的方法 你能想象 非洲人会靠吃蚊子 来补充营养吗 这就是环宇搜集 无其不有 挑战新闻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